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第二节了 第二节 希望你不要这么生气 有时候都很吓的 我说的东西都说了你们都不明白 是我表达能力差 还是听的人不是很聪明 我真的不知道 第二节就说英国前首相 David Cameron 復出 有些人叫做翻阴 有些人叫做翻阴 翻阴他都没有做太监 所以都没有做翻阴 都没有翻阴 所以这个翻阴差不多 翻阴差不多了 就是回窩肉 这个David Cameron 他现在有个正式译名 现在他叫卡梅伦 其实他正式译名很好听 叫做金文乐 就是姓金的金 就是金虎与共的金 民间乐快乐 就是与民同乐的一个好官 就是说的 就是说的 现在刚刚被人炒了 那个内政大臣 他的最后名叫做Braveman 现在的人很喜欢跟那些不是官方的 我觉得挺可恶的 像大陆的译名叫做布里忽慢 什么布里忽慢 柏匪文 就是匪星国际的匪 应该这么读吧 所以这些太文雅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读对 就是是非的非下面有个文字 柏匪文 原本的外相叫做奇站名 James Claverley 这个官式译名很漂亮 Claverley 这个内政大臣 Braveman 是一个女士 被公认右翼 所以标签右翼 其实前途比较冷 现在左翼 就凶惡了 那Braveman 在以色列被哈马斯襲击了之后 以色列要去进攻加沙 要搞定这件事 拯救人质 消灭哈马斯 在这件事里面 我们整个西方世界都是是非道德大混乱 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左翼 英国伦敦被骚扰了 都断断续续过多月了 那这个Braveman 先那一轮 就是批评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这个就是被炒友的杜火线 其实我一直以来 这个新卫城 不是苏勒克 不过你叫做孙勒 孙勒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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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onert 免為其難 擺了一些被標籤右翼的人在內閣 今次借這個藉口清除他 有一個叫做中共契仔之稱的外長 奇詹明 給很多錯誤訊息和混淆的事情 究竟你和中共有什麼關係 不是很清楚 有人說他向中共叩頭 這個外長就調去做Braveman的位置 就是一個內政大臣 於是做了一個 其實美國也是 那個外交部的主腦 其實是一個政府裡 除了第一位之外最重要的人物 美國的國務卿也是 美國的副總統 表面上權力最高 即是說總統死了他就做 總統不一定會死的 但是真正在那個政府裡有實權 而最大影響力的那個 就是美國的國務卿 英國的外相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我們以前做過外相的英國的後來的首相 例如Edan 例如做了首相 又再做外相 就是Douglas Holm 他在六十年代 就是保守黨的首相 但是後來 這個保守黨就下台 工黨上台 長期搞到國家經濟一團糟 於是曾經有一次 就是在大選 英國的保守黨的黨魁 這個希斯 Edward Heath 就做了首相 於是就翻兜這個Douglas Holm 曾經做過首相 就請他做外相 所以你想想外相的職位多重要 所以有很多坊間 網上的說 戰後英國 未曾試過一個前任的首相 走去新的政府裡擔任外相 都沒有查書 Douglas Holm 那時候香港好像亦做賀蒙爵士 我們叫他做賀爾蒙爵士 他曾經做過首相 已經等於半退休 挖他出來 東山復出 現在就用回同一條招 將一個已經不是國會議員的金文洛 David Cameron 東山復出 邀他出山 做現在新委成的新任外相 即是重新整理了這個 重組內閣 踢走了這個Braveman 怎麼看呢? 我覺得 這個James Claverley 即使你說向中共叩頭 都還有點硬 但如果看回David Cameron 就不知所謂 David Cameron 我們知道 在英國有一個表面上的慈善組織 他就叫做猶太人的民族基金 Jewish National Fund 他就是在以色列有一個組織的全球分支的英國分部 這個猶太人的民族基金 在以色列成立國之前已經存在 長期以來 英國的首相 都會擔任其中一個Patreon 就是贊助人 這是在名義上 實質上不會理會他們的事情 這就顯示英國支持 猶太人立國的權利 以及支持以色列這個國家 那 好像貝里亞 和 Gordon Brown Gordon Gordon 不是David Brown 他們 都是 以首相的身份 擔任Patreon 名義上 贊助猶太人民族基金 到了 Cameron做了首相之後 他竟然在2011年 因為不知什麼理由 他主動退出了 以色列人的海外機構 這件事 其實看到他的本質 也就是說 以色列因為 那些左翼 和阿拉伯運動 和蘇聯 和中共 幾十年來 在國際上 做了很多手腳 冷戰 美蘇爭霸 美中角力 很多的原因 他們 經常都是 挑撥離間 支持 阿拉伯世界 反對石安主義 但是西方世界 都知道以色列的困難 以及以色列的存在 它的權利 以及對西方文明的價值 所以 西方世界 其實實際行動 尤其是美國 長期堅定支持以色列 這差不多是一個不能動搖的國策 但是越來越在這方面 就受到很多攻擊和挑戰 身為保守黨的黨魁 英國的首相 李英 是被稱為右翼的路線 就是李英 支持以色列 但是工黨的人做不到 這個金文樂 David Cameron 可以做到 就是他作為第一個英國首相 是被拼任為 被拼任為 就是 這是一個 honorary 的 position 被拼任為 這個 Jewish National Foundation 的一個 Patreon 竟然 是 為了討好 阿拉伯人 討好 巴勒斯坦人 就一腳踢走以色列 其實工黨都不敢做 他敢做 那你就看看這個世界仔 有什麼厲害 接著不用說了 David Cameron 就造成了一個 所謂的 中英黃金時代 就是 執行一條 配合中共 由江澤民到胡溫 一脈相承的 悶聲發大財 那些國際貪腐集團 就是 好像那些烏鷹 看到蜜糖 是不是 這樣呢 搞到 習近平 訪問英國的時候 就囂張霸道 是不是 盛氣凌人 令我們 已故的英女王 我們香港人的仕頭婆 都要受她的冤氣 這個就是David Cameron 那好吧 去到最近 就是 為什麼他要下台呢 眾所周知 就是 在David Cameron的任內 就自以為是 冷醒地 去做一個 脫歐的公投 他就以為人民 是 為了錢 就 不會理尊嚴 和 不會 忍氣吞聲 那 怎麼知道 他錯股了形勢之後 這個 Brexit 就竟然成為事實 於是 整了一筆蘇州市 搞不定了 那麼 David Cameron 就辭去 這個手上的職位 然後跟著 出現 這十年八年 一個 英國政治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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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穩定的因素 以及 整了一台一台的 猴子氣 是吧 那麼 這個呢 就令到 我們叫做 裏外不是人 即是你不知道投票投誰 工黨就沒有一個好人 工黨的政策 會弄你 但是 保守黨的人 又不知所謂 不成氣候 David Cameron 就是罪魁禍首 怎麼好呢 就是 他最初 想著 我辭了首相職位 但我仍然是 國會議員 是吧 就是這個下議院的議員 他想著 將來會東山再起 但是 看到 形勢也不太好 所以 David Cameron 金文樂 一生人做錯的事情 就不知多少 沒有一樣 做對 唯一做對 就是在 Brexit之後 民望繼續下跌 他雖然是這個下議院議員 他已經辭去首相職位 他都覺得很難向公眾交代 連議員的職位都辭去 正式提早退休 正當盛聯 提早退休 於是 就做一個 游山換水 就是 不理正事 其實 他一生人做得最適合的事情 就是退休 就是 退出政壇 因為他都沒有這個能力 因為他都 搞到這麼多的 搞到一些事情 搞到這麼 搞到一些事情 搞到一些事情 就是 引咎辭職 這個都保留了一點點的明星 但是 現在這個新位成 又挖了它出來 那我們就 這個是 第二節 大家看回我第一節 我都說了 現在拜登說明 要幫中共 是救了經濟 救了中共的經濟 對我們有好處 所以我們看到歐盟 看到德國 我們看到法國 看到加拿大 不用說了 還說什麼 看到美國 看到現在 David Cameron 就是 竟然可以復出 翻鬥 這就是 這就是 對全世界來說 一個明確的訊號 中共 就會轉危為安 所有 你對他的憂慮 都應該消除 我們看不到 有任何事情 可以改變這條路線 英美和歐盟 聯手 大家一起 跪拜習近平 所有你們 說的那些 官免堂皇的說話 全部都是空洞 沒有內容 任何的幻想 都應該要 刁掉 第二節 就說到這裡 留意我第三節